来自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创立于1865年 历清持续发展 在那个年代末期至00年代初期 革新了全球手机市场 诺基亚3310、8250和8110等经典型号深入人心 只要你是当时的流行人士 就几乎不可能没有用过诺基亚的手机 诺基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曾一度相当高 风光无限 但在智能手机问世后 诺基亚却已超出外界想象的速度迅速衰落 如今 诺基亚手机部门已不复存在 而是由诺基亚授权给鸿海等公司进行研发和销售 让人好奇的是 诺基亚究竟为何会沦落至此 首先 让我们来瞧瞧诺基亚的发展历程 诺基亚公司起初是以生产纸浆为主业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诺基亚涉足了橡胶和电缆行业 1967年 包含诺基亚在内的三家公司合并成立了新的诺基亚公司 这使得诺基亚的产业涉及化工 橡胶 电缆 制药 天然气以及军事等多个领域 当时诺基亚还生产子弹 轮胎和皮鞋等 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到了1980年代 随着科技的发展 北欧的移动电话服务网络正式开通 社会发生剧烈变化 诺基亚通过此公司于1986年推出了Mobile Center 这便是诺基亚的第一款手机 但实际上这款产品最初被定位为车载 也就是在汽车内使用 其高达22磅的重量 携带相当不方便 诺基亚之后继续疯狂并购 逐渐成为欧洲名列前茅的电子设备制造商 并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有所作为 突破1987年这一时间节点 因其重量仅为1.7磅 虽说相较于如今的手机而言重了许多 但这已属于可首提的重量了 假之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曾在记者会上使用过 所以这款手机在芬兰被戏称为哥 只不过诺基亚主要依靠收购来实现扩张 于是在1980年代末就遭遇了财务困境 随着技术愈发进步 越来越多人能够买得起手机 庞大的手机商机促使诺基亚 诺基亚从1990年开始决定进行取舍 舍弃芬兰的香蕉造枝等其他产业 以及刚开始没多久的电视和个人电脑等 将重点放在发展手机业务上 1992年成为诺基亚执行长的奥利拉 更是将诺基亚推向了巅峰 两年后 诺基亚裁掉除通信外的所有产品线 全力主攻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产品 在这样的大环境发展下 诺基亚整体手机销量核定 并连续14个年头荣获销售冠军 这是诺基亚手机帝国最为辉煌的时期 诺基亚100系列的110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大热 这两款手机的全球销量估计至少达2.5亿 并列成为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 即便到了2021年这一记录仍未被打破 紧随其后的是苹果的iPhone 6 iPhone 6虽然也有至少2.2亿 但由于这一世2014年发售的产品 要登顶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全球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前40款手机中 诺基亚的款式最多 数量高达15款 由此可见 诺基亚当年在手机市场的垄断地位 也正因诺基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处于业界的绝对领先地位 因此留下了诸多经典的机型 就像刚刚提到的诺基亚1100和110 尽管他们问世时 市场上已经有了更多 既现代又先进的手机设备 然而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用户而言 那些花哨的功能 他们既不需要也用不上 他们仅仅需要简单地拨打电话 SMS短信以及闹钟等功能就足够了 并且110是诺基亚开售的最便宜的手机 这正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用户 最为理想的选择 诺基亚的全球手机市场占有率 在2008年达到最高峰的38% 但其后面对苹果公司的i4 以及以三星为代表的安卓阵营 诺基亚的市占率 却已出乎外界预料的相当快的速度衰退 到了2011年第二季度 诺基亚就被苹果和三星双双超越 要知道诺基亚占据了14年之久的榜首位置 而从诺基亚登上市场占有率高峰 到此时不过短短三年时间 诺基亚手机业务的价值不断下滑 微软虽在2013年收购了诺基亚 但仅仅过了三年 在2016年就将其转手 富士康则收购了诺基亚功能手机业务 另外 H&B则获得了诺基亚品牌 未来十年的独家使用权 可以使用诺基亚品牌来开发安卓手机 也就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诺基亚 这也让人好奇为何诺基亚会如此 这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而是有着许多复杂因素 其中大部分因素源自于诺基亚高层自身的问题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7年 当时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 这种极具创新的产品立即引起了轰动 而其他手机厂商正忙于改进和开发智能手机 三星很快便推出了基于安卓系统的产品 然而诺基亚却并没有想要跟进 诺基亚高层认为消费者不会接受触屏手机 而会继续使用实体按键 当时 诺基亚高层始终不认为安卓系统可行 也不愿意采用安卓系统 当诺基亚开始意识到市场趋势时 反而放弃了赛班系统 可此时苹果和三星已经取得了先行者优势 其强大品牌地位已难以撼动 这成为诺基亚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 有学者对76名诺基亚高层 忠实管理者以及工程师和外部专家进行了调查 希望通过他们的说法得出诺基亚倒闭的原因 结果发现 诺基亚的垮台可归结为内部政策因素 诺基亚的公司文化导致了一种共同恐惧氛围 及大地影响了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 领导者喜怒无常 高层管理人员害怕外部环境 不敢承认塞班系统的劣势 中层管理人员害怕说实话 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说了实话就可能会怎样 而且这些高层缺乏技术能力 比不上苹果公司的顶级工程师 这使得诺基亚高层在制定目标时 难以评估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 他们也缺乏远见 只想着满足短期利益 这些原因导致员工在面对问题时会洋装自己狠抖 很专业 甚至会对结果和数据进行美化 在失去那些踏实做事的员工后 诺基亚反而会聘请那些指质迎合的人员 他们不会对现状提出反对意见 诺基亚甚至忽略外部顾问的建议 失去了诸多外部观点 有部分内部人士将诺基亚的衰落 归于2010年9月就任诺基亚CEO的埃洛普 认为其策略和管理不当 这是商业上的两大关键错误 拉特纳 奥斯本效应 这是由拉特纳效应与奥斯本效应 组合而成的一个新名词 拉特纳效应指的是公司公开 对自家产品进行过早的宣布推出新款 同时公司高层对自家产品进行批评 致使消费者失去信心 其故事主角是英国知名珠宝商拉特纳 他在1999年的一次演讲中 为自己的公司做宣传 公关人士建议他应该添加一些 能让人们喜欢的笑话 于是拉特纳在演讲中 以自嘲的态度进行描述 比如他说自己的产品全是垃圾 正是因为成本极低 所以价格才会这么低 尽管在场的贵宾们被逗笑了 但这却使得该公司的营业额和股价大幅下跌 拉特纳在一年后下台 公司最终也走向了衰败 在诺基亚的发展历程中 埃洛普于2011年2月决定将系统平台改为Windows 4 他放弃了公司现有的所有智能手机 然而 埃洛普却在流出的内部备忘录中形容 当下的诺基亚是一个烧钱的平台 称我们必须跳下这个平台 必须决定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 毫无意外地 消费者和电信运营商对诺基亚的信心几乎立即下降 奥斯本效应则是形容公司过早宣布新一代产品 搓损害了现有产品的销售 故事主角是20世纪80年代的个人电脑制造商 奥斯本电脑公司 该公司在1981年发布了一款20厘米厚的产品 并取得成功 然而公司创办人在1983年初 却向外界透露将发布更新款的产品 但实际上该款产品根本还未准备好 经销商和消费者觉得奥斯本电脑即将被淘汰 其销售量随即大幅下降 这使得奥斯本电脑面临现金短缺的困境 在诺基亚的例子中 就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诺基亚在2010年2月 将系统平台改为Windows 这意味着他们舍弃了塞班和其他系统 然而结果是 2011年6月 诺基亚推出了首款基于密雇平台的诺基亚N9 并且也在同年9月开始销售 这成为该公司首款也是最后一款麦扣平台 同年11月 诺基亚首款Windows Phone就上市了 出于很明显的缘由 消费者为何会想要购买一个已经没有未来的产品呢 另外有学者认为 外界常常将诺基亚的失败归咎于苹果和三星 但最大的原因在于诺基亚高层不再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战略眼光 被塞班系统所束缚 诺基亚的管理决策混乱 官僚作风任意滋长 还有严重的内部竞争 这些都在阻碍着诺基亚 市场已然从产品层面的竞争转变为平台层面的竞争 还有分析指出 诺基亚一直以来对于科技文明并没有投入过多精力 忽略了科技进步 当诺基亚开始开发软件时 已经晚了 而诺基亚也高估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 认为即使诺基亚的智能手机推出 消费者也会买单 但事实证明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 再加上与微软的交易对双方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诺基亚完全无法适应 最终成为了被时代淘汰的存在 接下来说的生股 感谢观看